七夕佳节,本是表白爱意的日子,但对于富士康创始人郭台铭来说,2023年的这个七夕,却成为他缅怀前妻林书如的日子。 富士康老总,台湾首富,这些单拎,出来都十分涉人的名头都是郭台铭身上的标签,而作为一个有着铁腕手段的商业巨鳄,他也曾有过一段铭客于心的感情。 郭台铭的第一任妻子叫林书如,那时的郭台铭还是一个穷小子,全家六口人都只能挤在不足十平米的小屋子里,而林书如却长于一个顶级的富豪家庭,父亲林百新总早就已是身价百亿的富豪,按理说两人的生长环境天差地别,可命运还是为他们牵上了红线。 据说两人的出狱是在一个壁球场里,年轻的郭台铭对林书如一见钟情,于是每天假装偶运慢慢靠近,最后凭着一辆自行车成功地俘获了少女的心。 面对两人的结合,林书如的父亲自然不满,可已经坠入爱和林书如又哪会听进去别人的话,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和郭台铭在一起过苦日子。 不忍妻子和自己吃苦的郭台铭立志要创业改善家里生活,于是说服了母亲资助自己十万块钱,与朋友一起创办了后来大名鼎鼎的鸿海公司。 然而公司的起步总是多灾多难,因为经营不善,公司连年亏损,原先看好项目的股东也相继离开,只留下郭台铭一个人苦苦坚守。 这时的林书如看着自己丈夫的艰难,自己孩子的奶粉钱都掏不出来,只能低下头跑回娘家。 见到自己的宝贝女儿如今过的心酸,在铁石心肠的林家父亲也软了心肠,给女儿拿出了七十万。 拿到这笔钱的林书如回到家就交给丈夫应急。 这笔局款如天降甘霖,不仅帮助郭台铭还清了公司债务,还使其一举扭亏为盈。 此后的鸿海公司业务争争日上,郭台铭的商业帝国初见雏形。 为了感谢妻子林书如对自己的帮助,郭台铭甚至在2000年在杰克为妻子买下了一座古堡。 然而天宫不作美,没过多久,林书如就被诊断出身患乳腺癌。 在强称了三年后,2005年在台大医院病逝,十年只有54岁。 而他去世的前一天,郭台铭以32亿美元的身价登顶台湾首付,为丈夫郭台铭奉献了一生的林书如却没有享福的机会了。 林书如去世后,郭台铭曾说,如果可以用2000亿新台币去满足一个愿望, 他会毫不犹豫去换回妻子林书如和弟弟的生命。 与妻子起于微薄,面对困境不离不弃,妻子一心扶持自己丈夫,而丈夫不忘亡妻恩情。 这在外人看来是多么令人称赞的感情。 然而就当所有人都以郭台铭为标榜的时候,他隐藏在面具下的真面目才显露出来。 原来在林书如还没去世的时候,郭台铭就有过养情人的行为。 凭着妻子在娘家带回的70万,郭台铭的事业逐渐做大。 1980年在美注册了富士康国际,林书如和孩子也都被安置在海外。 而远离了妻子彻肘的郭台铭,认识了刚刚大学毕业的红颜知己陈宠美。 两人在郭台铭位于台北的住处同居五年。 在陈宠美的讲述中,期间她为郭台铭三次怀孕,但都被郭台铭要求打掉。 然而事业有成的郭台铭对于女人的新鲜感总是来得快也去得快。 于是开始慢慢地疏远起陈宠美,想要与其分手。 但郭台铭没有想到,早有防备的陈宠美早就在家里安装了窃听器和摄像头, 拍下了郭台铭的私密照片和录像,给我五百万分手费。 然而郭台铭怎么会容忍自己被要挟,自然是不肯去救。 于是陈宠美在下猛要,拿出恐吓信,声称要将郭台铭对自己的变态行径公布于众。 伪装之下的郭台铭终于露出了自己的丑陋面目, 竟然一个电话请来自己的妻子林淑儒来解决此事。 此时的林淑儒面对丈夫如此荒谬的行径内心无比郁闷, 可他还是为了丈夫的体面,从美国赶来, 帮助郭台铭和陈宠美见面协商,可惜效果不佳。 这谁,郭台铭出了一记狠招, 他假装同意陈宠美的要求,带着现金与陈宠美见面, 然后与警察约定地点,将陈宠美以恐吓勒索的罪名人赃据获。 自己在感情中不忠, 却要帮助自己起家的发妻出面擦屁股。 面对大众的舆论, 他却说出哪个男人不逢场作戏的话来。 最终因郭台铭证据不足, 陈宠美只判入狱三个月。 刑满失放后,他至今未嫁, 关于这场桃色事件, 在台湾影响颇久。 出狱后的陈宠美曾声内聚下的指责郭台铭, 你难道不愧疚吗? 在妻子林书如去世前, 郭台铭的深情人设就已经崩塌。 然而深知包装艺术的他, 凭借着杰克古堡, 为林书如改运六千万购入四壶蹲藏, 来为自己塑造了一个商界好男人的形象。 而那个在感情中真正默默付出的林书如却成为了郭台铭的美名制造器。 当陈宠美事件之后, 所有人都以为郭台铭会收敛本性, 可没想到, 吸取了教训的郭台铭却反其道行之, 他认为自己错在偷偷来, 所以这次他要名着来。 2006年的3月12日, 郭台铭现身墓园祭拜林书如, 口中喃喃有词, 原来是在问王妻自己是否可以续贤。 最终郭台铭给自己的答案是, 可以。 于是, 郭台铭公布了自己续贤的要求, 身体健康, 个性开朗, 容貌靓丽, 得到妻子允许的郭台铭开始了选妻过程。 首先他便将目光头透向了娱乐圈, 在这个圈子里容貌靓丽的女性可遍地都是。 随后郭台铭遍地撒网, 先后和关之灵、刘嘉玲和林志灵都有过一段露水情缘。 与关之灵约会圣诞节, 和刘嘉玲一起出席慈善晚会, 在电影父子的庆功宴上大山林志灵, 在舞池贴身探歌, 邀请其出席红海的年终晚宴, 一时间香港的娱乐头条近视郭台铭的照片, 然而就在大众都以为林志灵就是郭台铭的最终选择时, 他却看上了小自己24岁的舞蹈老师曾心盈, 万亿富豪怎么会娶一个平平无奇的舞蹈老师做续弦? 难道这个曾心盈身上还有什么特殊的地方? 原来,曾心盈之前是林志灵的舞蹈老师, 林志灵在台湾红了之后, 郭台铭应酬时请他出席一场晚宴, 他本来想在宴会上跟林志灵跳支舞, 但奈何舞技不佳, 只好找林志灵的舞蹈老师学习, 于是一来二去便相中了这个舞蹈老师, 相比较关之灵、林志灵之类的女明星, 曾心盈的长相算不上十分出众, 然而在郭台铭眼中, 曾心盈身上没有钱的味道, 最终在这场富豪选期的游戏里, 金钱还是成为了评选标准, 谁不是为了我的钱, 我就娶谁, 于是,在2008年, 郭台铭迎娶小自己24岁的女友曾心盈, 四年后, 曾心盈为郭台铭生下了三个孩子, 许是要继续完美自己的人设, 结婚的前一天, 郭台铭来到前妻的目前, 你在我心里永远是第一位, 而接替你的那个人只能排在第二位, 作为台湾首富的郭台铭在迎娶了小娇妻后也是引起了一种热议, 虽然在郭台铭口中, 是因为曾心盈不是为了自己的钱采取的他, 但在外界人眼中却并非如此, 毕竟自己嫁的人可是首富, 怎么会没有一点想法, 然而没过多久, 郭台铭就宣布, 自己早已写好了遗产分配方案, 自己的九成资产都会捐出去, 只留下一成分给家里人, 原来早在郭台铭弟弟去世的时候, 郭台铭就说过, 公司的管理不能只靠谁来经营, 一定要依靠企业文化来管理, 内心里早已经把鸿海集团标立为一家非家族企业, 而郭台铭也不希望自己的亲人去继承, 甚至多次表示, 他的儿子、 女儿和侄子都不会接班鸿海精密集团, 而另一方面, 因为发妻林叔如和三弟郭台成先后死于癌症, 这也对郭台铭产生了不可消除的影响, 郭台铭曾在公开场合表示, 在妻子和弟弟去世的时候才发觉, 原来钱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 所以他会选择捐款给医疗机构, 希望这样的行为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人, 据了解, 郭台铭一直以来大力支持台大医院, 在过去的时间里共捐赠约300亿, 用于成立癌症中心以推动癌症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如今, 郭台铭和自己的小娇妻已经有了三个孩子, 据一些台媒爆料, 郭氏夫妇正打算生第四胎, 如今的郭台铭已经70岁高龄, 曾心盈虽已年近50, 但却依旧宛如少女, 只是在回想林书如, 那座属于他的捷克城堡, 直到去世都不曾住过一天, 他带着首富夫人的光环, 却没享受过一天豪门生活, 他的一生都只为成全郭台铭, 如此想来, 为免叫人叹息。 2 3 4 5 6 6 2 8 8 2 感谢观看